10月29日 孙丽在社交平台晒出邓超的近照 白文邓先生变了 迅速引起网友涉意 画面中邓超头戴棒球帽 身穿白色T恤搭配休闲长裤 他坐在台阶上身边围着多条爱犬 仔细看会发现 邓超牵着爱犬的同时 手里拿着保温杯喝茶 日子过得十分歉意 另外一张照片 邓超穿着家居服 与一位老人在家里写毛笔字 从画面中能够看出 邓超写字有模有样 看上去十分认真 这些事情平时不都是孙丽在做吗 因此孙丽才会说 邓先生变了 或许是两个人在一起走了 互相都会喜欢上各自的爱好 有网友调侃 邓超这是老了吧 还有人表示 逐渐孙丽化了 才四十来岁的邓超 似乎已经提前开始了老年生活 由此可见 邓超的变化确实不小 一直以来 孙丽很注重养生 而邓超却是一个夜猫子 邓超爱喝咖啡 而孙丽只喜欢喝茶 没想到这样两个性格相反的人 居然能够走到一起 或许这就是爱情吧 最后也祝两人永远幸福